演员请就为第二集开播才一天 没想到就风波不断 节目后期 在张月拿S级这一段 放上了唐一飞和马苏的后才片段 唐一飞表示 张月她出道到现在 两年还是两年半 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她的运气就这么好 碰上了一部特别大热的戏 所以她就变成了S级了 唐一飞开玩笑似的 对马苏洋装补约 说自己特别生气 而她自己只被节目组评为B级 后才时她表示 这很公平 毕竟自己十多年没开戏 在这期间一定会有很多新人出现 前后两段加起来 看上去就像是她很不屑 张月平一个有争议的角色拿S级 就是这一段对张月拿S级的反应 让唐一飞被骂上风口浪尖 不少网友批评她太酸 小心眼 还有大V发长文批评 唐一飞本身没什么演技和作品 挺好奇 她这种摆出老戏骨的架子和自信 是从哪里来的 她先是自我调侃了一番 说她自己看这个片段 也很生气 看完想抽自己 人家张月S级你生什么毛线的气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算哪根葱 你凭什么生气 我看见马苏被平成毕级 我觉得先不管她那些七七八八的事 人家演了这么多年戏 也得过那么多奖 所以我说我生气 我是替她觉得难过而已 她表示 她在被踩时说了张月很多好话 但节目组一句都没剪进去 只剪进去 她说人家命好的那一段 让人误解 如今唐一飞再出金剧 勇敢怼节目组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演员请就位 唐一飞怼剪辑 唐一飞骂人